说到娱乐圈里的明星们,一直以来的感情生活都是网友和媒体们关注的焦点,特别是一些明星行女们每每出席活动都会引来大家的围观,特别是下面小编要说的这一对,就是范冰冰这一对了。 要说俩人从公开恋情开始,网友们就每天喊话,结婚要说范冰,这些年也算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了,似乎这几年在感情方面怠慢了很多,这么多年,除了李晨以外,我们见到的陪在他身边的只有王学冰了,但其实他除了这两段恋情,曾经还有过一段亲测的感情,隐瞒了观众们整整12年,他就是佟大为了。 当年两人在合作电影时,因戏产生了感情,同大为对于还是新人的他还是照顾,在工作上也帮了无数的忙,挥建了许多圈内工作资源给他,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范冰的今天了。 当时也陆陆续续,传出了两人的飞门,但双方并不想公开,一直到前几年,范冰在往上谈节目上,才第一次谈到了这段感情,范冰表示,还是很感谢那时候,他对他的照顾和关爱的帮了他很多,两人一直以来都还是朋友。 如今的佟大为,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幸福的小家庭,而且身家也是白亿,不知道这么多年的范冰,有没有对这段感情后悔过。 而李晨作为娱乐圈里的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,虽然是准老公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